历代至上第十八章 此后,大卫攻打菲利士人把他们制服,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,又攻打摩亚,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攻。 索霸王哈达利谢,往右巴拉底河去,要坚定自己的国权,大卫就攻打他,直到哈马,夺了他的战车一千,马兵七千,步兵二万,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,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。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霸王哈达利谢,大卫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。 于是,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底设立防营,亚兰人就归服他,给他进攻。 大卫,无论往哪里去,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 他夺了哈达利谢,臣仆所拿的金盾牌,带到耶路撒冷。大卫又从属哈达利谢的提拔和君二臣中,夺取了许多的铜。 后来,所罗门用尺制造铜海,铜柱和一切的铜器。 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霸王哈达利谢的全军,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,问他的安,为他祝福。 因为他杀败了哈达利谢,原来陀乌与哈达利谢常常征战,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。 大卫王将这些器皿,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,就是从以东,摩亚,亚门,菲利士,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,献给耶和华。 西路亚的儿子,亚比塞在盐国击杀了以东的一万八千人,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,以东人就都归服他。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,耶和华都使他得胜。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,又向众民秉公行义。 西路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,亚西律的儿子约杀法做使官。 亚西律的儿子,撒都,和亚比亚查的儿子,亚西米勒,做祭司长。 撒维莎做书记。 耶和耶道的儿子,比拿亚,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。 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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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